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继续天眼与脉轮的话题 开始之前,请帮老师按下订阅跟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以后的更新,你才能够获得通知 并且可以帮助老师快速达成十万订阅的目标 感谢您了! 好!上次我们谈到了什么?天眼 他在各地上面的区别 比如说佛教啊,道教啊,埃及他的一些称呼 以及还有他的原始面貌 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松果体 那还没有看过的 建议各位先生先上去看上一集哦 其实无论天眼或是脉轮 首先我们都要先清楚要用什么样的能量 才能够驱动这些的能力 而他的动力来源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人类的自体的能量 这些所谓的自体能量 是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思想与创造力 进而喜恋我们的精神以及意志 是可以大幅我们提升了我们的一个自体的能量 那强化这些能量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天体沟通提高思想的维度 进而让人生你所想要达成的善愿 都能够逐步的所愿满足 什么是善愿? 善愿就是什么? 就是不以伤害人而达到的利益为前提 比如说我们想让比如说想让马英九去坐牢 蔡英文去下台 韩国瑜选总统 这种你要带有仇恨的或是利益的 或是一些你有些偏颇立场的 那你怎么修炼? 这样都不会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改变自己 你才能够去改变世界 如果你只先想改变别人 可是你却没有先看清自己 那既然你自己都看不到你自己的 你又怎么样会有一个立足点去改变世界呢? 人家有说过一句话 给他一个支点 他可以杠杆圈世界 那其实以人生来讲 那个支点就是你自我 自我一定要先清楚 这个跟老师跟大家提醒哦 那其实麦伦的修炼 其实有类似一个有一个著作很有名 叫做什么?叫做秘密 他也是利用类似的能量 来达成他想要达成的愿望跟目标 但是老师的感觉是说 他老师他的所有著作 老师都都有拜读过 讲的都很好 但是他比较属于什么?间接型的 那如果能够正确的修炼 我们的天眼或是脉轮就可以比较直接的使用这些自体能量 进而去掌握宇宙的能量来达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所愿满足 那老师今天的目标就是跟各位分享怎么样修炼 今天老师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脉轮的修炼 那老师本身是武术老师 我们本身就有修行持咒 所以说老师除了本身的修持经跟咒 还有气功这些比较传统型的修炼外 也偶尔会进行脉轮的修炼 因为这个对健康其实是还蛮有帮助的 好 那首先 修炼之前 我们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什么? 了解什么是脉轮? 每个人脉轮了 它其实是分七个部分 从每个人的会阴穴啊 你们可以看图 会阴穴开始 即为海底轮 不是海底捞 海底捞是火锅 我们讲的是海底轮 海底的位置在会阴穴 就是人的人体躯干的最下方 那这个海底人代表颜色 它是红色 它主要对应到的一个器官是哪里呢? 是你的骨头、脚、脊椎、直肠以及免疫系统 它掌管我们的心灵能量的项目是生存的能量 安全感跟全体的基本需求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增强 我们的骨骼、脚、脊椎、直肠以及免疫系统的健康度 或是增加自信心 以整体的生命能量 那你可以来尝试修炼 看看我们的海底轮 要怎么修炼? 老师最后会说明 现在我们先了解每一轮的功用 海底轮以上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殖轮啊 它的位置就在我们的生殖器 也就是我们的性器官 它的代表颜色是橙色 它主管的器官是我们的肠、肾 还有我们的腰部、生殖器跟内分泌系统 它掌管我们心灵的能量是感官 我们的感官 还有性爱、快乐、生命力跟创造力 其实这跟性器官其实都蛮连带的 因为性器官是创造生命的地方 然后所以说它创造的一个生命力 也是由我们的生殖轮去掌管的 如果你想提升我们的性生活的能量 跟质量 或是希望我们的创造力能够继续提升一点 或是改善什么内分泌的失调或是腰酸背痛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修炼生殖轮 稳定的日常修炼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改善的感觉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什么呢 下一轮就是我们的太阳轮 它也称作什么太阳神经虫 它位于肚脐啊 我们肚脐的上方 它代表颜色就是黄色 这也是我们道家所称的什么丹田 它代表的一个图案 它图案代表就像一个石片的花瓣 那这个以后会我们的会再讲到延伸 如果有机会再延伸下去 我会跟各位介绍 那这个部位啊 基本上他跟我们道家所称的什么性命双修 就是在这里以丹田为主 在我们道家文献之中 有一种叫做有一部文献 叫做倡道真言 里面就有记载 先要人见了长生不老之性 而后修长生不老之命 此为性命双修则也 不要说双修就是叫宗教骗财 没有 不是骗财骗色 就是它是性命 他双修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继续延伸的时候 我们再来介绍 那这个太阳轮主管是我们哪个部位呢 是我们的胃皮肝疑跟什么的神经系统 他掌管的心灵能量部分为自信社会性理性知识 还有行动力以及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富足感 哦 那这个部分 其实对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人无法成功原因 很多都是什么 你长一言短于行 你想的很多 但是你做的很少 就要老师这个这个这个行业的来说 命学比老师有本事的 不胜每一句 但是又有几个老师 他愿意本人来亲上YouTube上面 来实践自己的理想呢 又多少年轻人充满了创意 充满了理想 但是却因为勇气不够 白白错失了机会 然后年纪大就有点悔恨 啊 当时我怎么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能够时常的去修理我们这个太阳轮 对人生胜利与实践上 他是非常好的 好 真的是非常好 接下来是我们第四个心轮 他的代表颜色是绿色 他的位置在胸口 也就是我们两乳之间这个位置 那这个部位组长了什么心脏 恒隔膜 肺 循环系统跟你的胸腺 他组长的心灵能量是爱与包容 原谅情感跟治愈 还有我们的心灵的富足感 讲个笑话 如果我们政治人物不是嘴巴讲 而是实际上都有去修炼心轮 当成每日必须的行程 那我们的国家可能就可以变成一个富强 又充满和平与爱的国家 好 那如果你呼吸长感不顺 或是心力不整的 可以尝试修炼看看这个心轮 或许对你有很不错的帮助哦 接下来是第五轮的什么喉轮 顾名思义 喉轮就在我们喉咙部位 他的代表颜色为青绿色 他主管的器官啊 当然 就是我们的喉咙气管 食道口腔 牙齿跟甲状腺 他掌管的心理能量是什么呢 沟通灵感 跟人际关系 还有能够表达什么 我们真实的自我 这个对于现代人也是很重要啊 其实每一人都很重要 是怎么觉得 因为你有良好的什么 沟通能力 建立起良善的人际关系 又能激发你的什么灵感啊 几乎可以说什么 升官发财的必备条件 所以这个脉轮啊 如果你修炼妥当 对于你的职场上真的非常有利 接下来很重要啊 就是我们第六轮的眉心轮 也就是我们的泥丸宫 他的代表色是什么 蓝定色 他的部位 当然也就是什么 眉心啊 我们的眉心 这个部位在我们第一集里面啊 就谈到对人类的什么脑下垂体 以及松果体 这边也就是所谓的智慧之眼了 再到加拿大 当然他就称为泥丸宫了 那你看到我们的 无论是印度教 或者是其他宗教 都发现所谓的三眼族 或是智慧之眼 他们的点都会点在这里 都会点在这里 为什么? 其实这个很多古文明 我们以后可以谈到 那这个是有一个很神奇 很神奇的地方 但是都在在的暗示人类你要再提升 你可以靠你完工 传说啊 我们这边里面常说的松果体啊 如果头妥善激发 当然我们看到世界 假设我们修炼到类似天眼这样状况 你就不再受限于时间跟空间 而且你看东西也可以不用眼睛去看 有类似我们的佛家的他什么会眼跟法眼 那天眼也在内 因为佛家的眼是比较多的 那老师修炼好了没?老师还没修炼好 好说到底效果如何? 人家说像一个全席的影像 那这个老师现在不是很确定 哦 那有搞不好有一些老师成功了 的跟大家分享 但是好 老师在修炼这个眉心轮的时候 对老师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是说老师修炼完之后 我们再去做什么 日常的持经啊 持咒的效果 其实是有很显著的加分了 是真的这老师的经验 那这个脉轮呢 掌管的心理能量 就是我们的洞察力 创意 视觉 还有直觉 还有实相化的能力 如果你是研究人员 或者是企业精灵者 那修炼这个眉心轮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顶轮 他的代表颜色就是直色 这个颜色的脉轮啊 他其实不在我们的肉体上 他在我们头顶上方约大概30公分 这边啊 也就是道家常所称的三师神的位置 什么是三师神? 三师神就有点像古兽称的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概称 当然没有这么高了 因为三尺就已经是100公分了 没有这么高 大概30公分左右 这个脉轮会在我们30公分左右 所以是说各位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基督教的天使 天使环 还有什么圣光 或者是我们的佛光 都是差不多一定会涵盖这个部位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顶轮 他就是顶轮啊 那这个举头上只有神明 这个这个顶轮呢 他除了脉轮的功用之外 他也是我们三师神的用途 三师神的用途是什么? 他就是这里会记录了你一切的行为 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被记录在我们的顶轮 而且他会同步的怎么样? 备份到地府去 当我们的阳寿 如果有一天进了 地府就会以什么? 以这个作为记录审判 人家说是那个什么? 造业镜啊 其实造业镜只是回放啊 他最主要从顶轮就备份到地府 然后以后我们阳寿镜的时候 从那个地方回放就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呢 他既然积蓄下来 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 比如说我们有福报的时候 会有福神会过来 或是温神过来 我们会会来巡查 啊 这个这个这些人做怎么样啊 那如果三四神他在掉你的资料 从你的顶轮三四神这个部位掉资料 发现怎么样 哎呀 你这个人不是平常做的扇行 不是很多 呢 哦 还来左减一下 你常常在网路上来讲什么酸言酸语啊 或是呢 你再好像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啊 就暗地商人 这些都被记录下来 给福神查到 那你就折扣你的福报 如果温神查到 就加重你的罪业啊 会让你怎么样诸事不顺啊 无风其让啊 在这个里面的里面说的东西 在我们道家有一部经典 他叫做什么 观圣帝君旧结文 里面就有详述了 各位不妨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这个麦伦除了三四神之外呢 他的主管是我们的大脑肌肉皮肤的另一个部分 那这个掌管心灵的能量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精神力统合性 还有我们的灵性 如果我们想要思绪成名 保持年轻美丽 就要好好修炼我们的顶轮 但是所有脉轮中顶轮是最难修炼的 而且他也非常容易受干扰 这个是真的 老师在修炼的经验 老师这长期来修炼的经验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先看看 以上就是我们人体的七个脉轮的介绍 各位有没有想过脉轮老师 为什么不从上介绍到下 要从下介绍到上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应该从上介绍到下 对不对 答案就是我们的脉轮了 从下往上数 然后每一轮它的颜色的轮流就是红 橙黄绿蓝电子 也就是我们彩虹的颜色 有人会说彩虹是从上面红 橙黄绿蓝电子啊 那你这个脉轮 为什么是反过来的 对没有错 我们看到彩虹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彩虹啊 它是一个光圈 它是一个圆形的 它其实不是半圆形的 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 那如果你到下半圈 那是不是顺序就跟我们脉轮是一样的呢 对不对 好 其实彩虹的存在也是非常特殊啊 我们常常看到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那这也代表了什么 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如果你只有一种立场去看待事情 那就是偏颇 好 那你就不能说 你可以立生天地之间是抚养无愧 因为你偏颇之后 你就会歪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修炼 其实修炼脉轮的方法很多 市面上也有很多老师专门教你修炼脉轮 那也有人来开班授课啊 都有 但是老师今天分享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来修炼 因为一般人还需要打坐 那打坐能不能容易吗 其实不容易啊 因为你做的想滑手机而已 所以说不容易 那家里也有很多声音啊 纷纷扰扰啊 小孩在跑猫在叫啊 狗在吠啊 很多状况都有可能 所以说打坐这个方式 我们以后再分享 我们现在分享的是老师 我们本门在修炼的基本功 老师的钱坤门修炼的基本功 这个功法建议大家要按照老师的心法去进行 除非你很熟练 打坐到很快可以入定 但这个人真的很少 不多有这是不多 否则最好是以老师方法去做啊 你会比较循序渐进 记得修炼 它是要情形 持之以恒的 你没有说修炼一个两个月 哇靠!突然就大顿悟 这个办不到 这个是办不到的 一定要长期时间的去累积 那这个修炼的方法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躺在床上 然后我们躺平的 然后逐步的开始 从我们脚趾 脚趾开始放松 慢慢的往小腿 大腿 腹部 腰部 然后到我们的什么 一些到肚子 到胸口 到肩膀 到手臂 慢慢放松到手掌 脖子、脸、牙齿都可以放松 耳朵、鼻子、眼睛 甚至到头皮 最后到头发 你都可以放松 记得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逐一的放松 但这个时候还没到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睡着了了 这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人大部分睡觉的时候 都是很紧绷状况之下入眠的 身体会长期在紧绷状况之下 就是说年纪越大越容易失眠嘛 因为心里想太多 就是紧绷状况 想很多的紧绷 紧绷就睡着 那这个对身体很不好 那你刚开始进入这个状况 身体会总算可以获得真正的初步休息了 身体会有一点点发热 那这个是慢慢很OK的 当你身体足够可以休息好之后 那就会进入什么 没有 不会立刻睡着 不会很快睡着的状况 当你身体放松完毕了 这个时候脑袋要想一件事情 记得这很重要哦 你脑袋要想的一个画面 就这个画面 不要去去添加或更改 你要想到自己身处一个全白的世界 全白什么都没有 就是白 无论什么状况 什么画面 你都要把它去掉 就是白色啊 就是白色 有些人说黑色 其实黑色会容易让人家恐慌 最好就是白色 全白色的世界 这个阶段当然也会容易睡着了 但是没关系 这是慢慢来 慢慢来 但有一天我们想白的时候 还没睡着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怎么样 进入这个脉轮的修炼 那修炼方法就很简单 在全白的世界里面 你想修了哪一轮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海底轮 好 海底轮 我们就可以想是说 我们的会音处发了这个什么光 来 第一个什么光 红光 好 海底人发了红光 而且要从不是从外面 不是像照手电筒一样 而从内往外散发的光亮 红光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多厉害去变化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可以去修炼 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观想到睡着 没有关系 不要一次两个三个 因为这个阶段 可能就好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都有可能 专心修好一轮 这是很重要的 你想修炼其他轮 你可以下个礼拜再修第二个 但是一次一个 你要到第二个以上 这个有机会 老师在讲 因为他有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 不然你很容易出现一些多余的事情发生 那修炼脉轮 他只要想象跟观想 就可以达成了 就可以达成了 你说会不会睡着之后 那你这个修炼就中断了 因为你可能刚想到就睡着了 没有关系 真的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仍意识睡着了 但是你的脉轮会持续的修炼 他不会因为你睡着而停止 他会在你醒来的时候才会停止 为什么醒来的时候意识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那个地方才会停止修炼 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个基本功能修炼 它是有个忌讳的 就是你忌讳在你在什么修炼的时候 你胡思乱想 你可能好像又想白脑 又想工作上 是想家里上 是想小孩不听话 又想老公在那边打呼 或是怎么有很多状况 好 那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想下去 你肌肉只会越来越紧绷 那你想到的颜色 那也是变成了幻想 他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 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只是白白让自己很辛苦而已 那记得一定要照这个顺序去走啊 不然的话 你现在去加东西就就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实在的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以上 今天这一集讲的比较长 那今天讲的就是脉轮的修炼 如果你对本集有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老师 那本视频的下方说明页面 也有老师的相关推荐的视频 那如果你想找老师作为一对一的专业咨询 下面有老师的付费方式 跟联络方式 可以在下面获得 最后 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跟赞 感谢各位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